當民進黨的朋友想要切割 但是切割不了 沒有辦法切割 但是大家一定要小心 裡面會不會有陷阱 所以我今天看到韓市長跑去爬樹 我就覺得他不要去管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讓國民黨的立委 去追打就好了 他要做一個防火牆 因為這顯然是故意的 就是有人故意把消息 送給黃國昌讓他去講 那這個真正的就是國安的危機 所以我這幾天一直在看說 到底有什麼事情 因為又正確很像一個骨頭有沒有 他丟上一個狗就跑去咬 沒有沒有沒有 藍的綠的媒體要帶 那個他丟一個狗骨頭 是不是有發生其他事情 鯊魚理論 然後你看各報都頭版頭在做 這兩天四大報都是頭版頭 然後大家媒體都在討論 是不是發生其他事情 因為這個嘛 我剛剛做起 這個自由時報經驗 真正的國安危機是什麼 真正國安危機 他自由時報寫的 他說蔡總統車隊離開 吊哈局攔截私煙 總統跟外界才幾乎同步之情 這個就是我昨天講說 到底蔡總統 蔡總統什麼時候知道 蔡總統如果大家回國才知道 那我們國家就完了 蔡總統什麼時候知道這個事情 這非常的奇怪 總統的隨後走私貪污舞弊 他還繼續貼身保護總統 這什麼國家啊 可是你早就知道了 因為觀眾朋友我們都是前天才知道 黃國昌 國昌老說他7月12就去檢舉了 從7月12到22這10天 你的貼身有貪污犯 如果這個是真的的話 那你應該在三勝或在美國就應該逮捕他了 你怎麼讓他回來呢 這個非常非常的奇怪 那蔡總統什麼時候知道 我合理懷疑 因為如果回國他知道 那國家安全是岌岌可危 我們有國安會 國安局 法務部調查局 又在你知道這些單位的朋友 都有辦法直達天廳